患者2月4号从楼梯摔下 伤到颈椎 第二椎严重错位 疑似脱臼 造成双手麻 无力且无法举起 后背僵硬 呼吸困难 胸闷 24小时偏头痛 需依赖止痛药 与水上推广点求助张医师 现在它最主要 就是第二椎严重错位 你看跑出去 那跑出去的结果 它会压迫 现在就好像是脱臼了 那脱臼的还蛮明显的 因为它的时间比较长 我问起来差不多一个礼拜 这个处理方法变成 我们要把整个头往上提 然后看它会不会归尾 只能说我尽力做看看 看调味来 它是马上会感觉比较舒服 因为它才一个礼拜 我认为还有温敷 看看筋会不会比较松 那我们来努力看看 我这样一放你不会不舒服吧 刚刚拉的时候 它在比较中它就会归位 所以那个不要不要不要是它自己在调整 是好不是坏 不是坏 来 坐坐 你慢慢的 因为我担心 我那个手很轻的 那你再也比较任何一位时间 我担心有关于一个 你继续我们做了多少 6层肌 我们主张 完毕照顾价 应该要做点 复活6层肌 而这个肩膝应该是 那你感觉大致这样脖子有没有比较松 虽然痛有没有比较松一点 痛 还是痛喔 没关系你就放轻松 我这个动作都不会伤到很晚 对不对 好 那我手不这样 我现在很开心 我会很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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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开始 你放轻松 好 我慢慢往上台 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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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松 你腰放松 好 好 好 OK 小呼吸又比较 对嘛 那很明显嘛 就是它归位 所以它越没有压迫 它整个就会舒畅 啊弹越多回去 它好的越快 将来越没有副作用 等于它现在整个是松了 包括头也松了 手也松了 背部也松了 哪怕一点点有时候就差很多 症状很多就改善 调整后 张医师给患者的建议 症状的改善 比骨头是否归位更为重要 因为骨头即使没有归位 人体也会自我修复 所以不一定会有症状 比如河南老婆婆 三岁时手肘就变形 一无症状一样 所以医疗治病 就因想方设法去解除人体的症状 而不是去追求将仪器检查 出来的异常 改变成人为的所谓正常标准 再说 原始点医学是以症状作为 诊疗对象 不同于西医是以仪器检查出来的异常形态 骨头变形作为主要诊疗对象 如果以西医的诊疗想将骨头归位 目前做附件牵引 他们也不见得愿意帮忙 即使愿意帮忙也不一定可以使骨头归位 而且牵引不当还会妨碍人体自我的修复 至于手术 虽然风险很大 但如果能使症状减轻 比现况更好 当然值得一试 但如果不能 甚至更惨 则一三思 以上意见仅供参考 最后还是要尊重患者的决定 现在的状况就 头可以就是慢慢的练习转 弧度比较大 对啊 吃饭什么都OK 也都可以自理了 对 那像颈部这边有点 有的时候还会痛 对 那其他都还OK 你来走动一下看看 就头还是会 就是不敢就是乱 乱动 对 对啊 那行动都OK啦 对 好 调整过后 前述所有症状皆已改善 感谢张医师亲自处理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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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